为什么最近献血的人不踊跃了 有些话呀真是不土不快 我已经转阴一周了 感觉身体已经没有大碍 看到网上说血液库存告急 我想去献血 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尚 而是生病的这些天 我想明白了很多事 我是担心自己将来用血的时候 价格太贵用不起 其实我以前是献过血的 不过那个时候呢比较早 也没有联网啥的 献完以后呢就直接给了个献血证 这么多年呢我也找不到了 所以呢我想再去献点血 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 万一将来自己用的时候做准备 可是我把这个想法发到群里的时候 群里很多网友都劝我不要去献血 还有几个献身说法 跟我讲他的经历 搞得我现在甚至都有些犹豫不决了 那么为什么最近献血的人不多 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个别时候 献血时的体验并不是特别好 献血它本身不仅是一件高尚的事情 而且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哪怕献血者有点自豪 甚至有点傲慢 甚至说话比较横 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 甚至依然是值得尊敬的 可现实是很多人献血的时候 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反而是献血的工作人员的态度 比较傲慢甚至比较横 这一点呢我有一些体会 我记得零几年那会儿 我献血的时候呢 那个献血员全程表情冷淡 甚至没有正眼看我一眼 表情和神态呢 就和任何一条工厂流水线的工人一样 就像是在赶工 抽完一个又一个 我们这些排队等着抽血的人 就像是他的活 而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同时呢也缺乏一些 关于献血前后 有哪些注意事项的必要提醒 甚至呢你咨询他一些事情 他都会显得有些不耐烦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次我问他 我问他抽完血 多久可以打篮球 他没有抬头 很小的声音说了一句 你觉得什么时候能打就去打 那个语气啊极其的冷淡 就这一句话 搞得我一天都不是很开心 也许他是想说 这个因人而异 只要自己的身体感觉没问题了 就可以适当的运动 可是呢他的说话方式 让我觉得有一些不快 当然这个我也能理解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肯定也很辛苦 可是呢在献血者的眼里 他们代表的就是彩血机构 后来呢有一次我又去献血 我本来打算献200毫升 结果呢那个献血员说 你这么年轻身体也不错 献400吧 我说就献200 他没说话 但是抽血的时候呢 我明显感觉是超过200的 结果的确是抽的400 虽然最后登记的时候 写的也是400啊 可是我还是很生气 献多少这是我的权利 不能因为说你觉得我身体怎么样 就让我献多少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的体验 除了体验之外呢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关于献血的谣言 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有的谣言说 献血会引起健康的人贫血 这个呢专家已经辟谣了 专家说每次的献血量只占人体血液的很少部分 暂时的减少呢 并不会影响人体血液的正常循环 而且健康的人献出少量血液 很快就会得到恢复和补充 根本就不会引起贫血 还有的谣言说 献血会传染一些疾病 这个专家也已经辟谣了 专家说 现在献血机构用的针头和血带 都是一次性的医疗耗材 都是经过严格检测的那种合格产品 就是所谓的一人一针 不可能通过献血传染疾病 甚至还有谣言说 献血会使人发胖 身材走样 这个呢专家也辟谣了 专家说献血和发胖没有任何关系 除非是你献血之后 为了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营养 吃的太多了 否则是不会长胖的 还有一些谣言 说献血会影响男性的生育功能 这个专家也已经辟谣了 专家说献血不仅不会影响生育功能 而且呢还会使自己的那个新陈代谢变得旺盛 对身体呢更加的有益 除了这些之外 有一个谣言我觉得更重要 有些人说献血容易 用血难 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谣言 只是目前还没有人出来辟谣 我希望专家早日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辟谣 证明献血容易 用血也容易 用有力的证据来打破这一谣言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冬天天气比较冷 生病的人比较多 所以呢暂时献血的人比较少 在此呢我也呼吁那些身体健康的朋友们 如果具备献血条件 如果觉得献血光荣 如果相信献血的好处 那么还是应该踊跃的去献血 即使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疑虑 毕竟啊 不管中间经历了什么 我们献出去的血液 最后还是会流进那些等待救援的身体里 所以呢 献血就是做好事 就是救死扶伤 这是毫无疑问的 先聊这么多吧 我是爱闲聊有观点的小郭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更有趣的话题 再见